姐姐,雨蛇神都能当坐骑驯服了 雨蛇神能当坐骑驯服? 对呢,我仔细看看 准备九组十组的强木果实 给雨蛇神服用就能够完全驯服 哦,雨林实在是太丰富了 赶紧把背包清一清 这么多宝贝啊,等我把雨蛇神给抓回来 当飞行坐骑器再好好享用你们 我是一涵,正在去驯服雨蛇神的路上 因为出门忘记看天气预报 被淋成了落汤机 我现在已经抵达了雨林遗迹了 赶紧把天气预报带回家 雨林遗迹的最顶层是一个小型的迷宫 雨蛇神战败后 这些都成了我的私人物品 好刺眼啊 刚刚我好像被袭击了 一定是提醒我,要都拿回家 这里到处都是宝箱 发现一个我掏一个 时不时的还能够遇到炭石 虽然掉进了岩浆里了 这问题不大 这些堆毛毯中啊 我又发现了 五颗蒸石 石碑里还发现两颗璀璨的孔雀石 还有主人身后留下的万贯家财啊 一不小心就带走了一仓库的宝贝 咱们啊这就去找下一座雨林 姐姐我先睡一会儿 每个十年八年都是找不着的 已经到了 这就是坐落在雨林边上的新雨林 那有颗霞木果实 等等 我看到了独萃祭司 原来祭司的脸长这样 既然被你看到了 那就不能留你了 这是我要说的才对 那里还有一只复苏祭司 千里取手机 居然还掉落了复苏结晶 这片雨林上到处都长满了乔木果实 一棵树上长三棵 只有成百上千的乔树 瞧 我又发现两个乔木果实 累死我了 整整十天才弄到了一组乔木 是我大意了 这十组八组的乔木果实 哪怕涛光明里搭了所有雨林 也未必能够攒齐 不过问题不大 你有小遗憾的运气啊 驯服雨蛇神不就是一两颗的事情了 什么要出现了 雨也停了 是时候专与蛇神来骑了 从正面进来 我是来给蛇神大人送贡品的 第一肯定不会有 有身影 想偷袭我 冷静冷静 我是来告诉你秘密的 别打别打别打 说 要是没有秘密 我就轮着武器来揍你 你看那头笨蛇 在这里 有弹的放箭 他不仅看不到 还会站着白打 啊不错呀 在这里不仅能够偷窥蛇神 还能够不断地偷袭他 怎样怎样 这个秘密不错吧 呃不可以信啊 这蛇神蛤屁了 我怎么知道会积极啊 糟了 被发现了 你就只能够下狠手了 嗯 别套 我还有秘密 太完了 蛇神被揍了这么几下 只能够来个苦肉计了 蛇神大人 我是来给你搜食物的 我刚刚看到我野人在那发案件呢 我和他搏动 差点自己割屁了 好饿 好饿啊我 还真的是雨林果实啦 姐姐 好像是在吃你啊 哇 快快跑 吃完了这雨神神怎么不吃呢 一定是我没有成立 再来 这是从攀桃源栽下来的果实 吃了它长生不老 灵灵欲瘦的 好像真的开始吃起来了 这味道 不错不错 不错就不错 你别飞过来吓我呀 那我就冲过去 你也别冲过来呀 喂 无味了 你自己吃吧 怎么还咬我 哦 我知道了 你是故意的 就是想吃我 不想吃果实 我脸上吞了不少的毒液 让你随地吐胎 随地吐胎 所以呀 谁再说能驯服雨神神 把她当成飞行作截 我就会谁急 恰得极限生存都失败了